欢迎收看CTI TALK网络论坛 两岸下一步重磅对谈 我是主持人洪淑芬 欢迎大家收看 我们这个节目是从国际局势 然后来谈到两岸的未来 希望透过重磅级的来民的对谈 创造两岸的未来和平的契机 那么新闻节目一开始 首先我要邀请大家 来帮我先按我们的订阅 我们在我们的新频道 CTI TALK网络论坛这个频道新开 也欢迎大家在上面先帮我按订阅 按开启小铃铛 接收所有的通知 因为我们除了完整版之外 还会将老师的论述 剪出10分钟的短版 也方便大家来服用 让第一时间你开启的小铃铛之后 就可以很快速的接受到 第一时间的通知 好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苏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教授 老师好 书芬好 也跟各位观众拜个晚年 大家新年平安吉祥 第二位是丹江大学战略所教授 李大中教授 老师好 书芬好 观众大家好 第三位是台大哲学系教授 苑举正老师 老师好 书芬好 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也给大家拜晚年 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好 在春节期间发生了一个事情 就是在金门海域追击大陆渔船 越界捕鱼 结果呢 导致了大陆渔船 有渔工两位过世 两位受伤 那这个事情呢 在新春的期间 可以说是敲开了 这个两岸问题的一个警钟 那一开始呢 我要先请教岳老师 以前我们是从左边来询问 那今天呢 我们换个方向 我们从岳老师开始 那老师我要先请教你而说 因为呢 那在过去哦 金夏之间其实是有一条 隐形的线 那这条隐形的线呢 我们看到这个图上面 可以看到有两个线 一个是红色的线 那红色的线呢 是禁止水域线 那另外一个呢 蓝色的是 限制水域线 这两条线呢 可以说是在金夏之间 一个隐形的线 它的样子呢 有一点像是海峡中线的感觉 那以前呢 双方两岸之间 都是蛮遵照 这个有这样的默契 去遵守这样的一个线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哦 就是在因为大陆的 这个渔船的越界捕鱼之后 造成了我方的这个海警船 去追捕它 就导致了有两人受伤 两人死亡这个事件 那这样的情体之下 其实呢 很多的中国大陆的民众 非常的不满 那我们就想知道说 这样的情体之下呢 中国官方会不会 因为这个事件呢 更加的展现硬气 因为呢金门人 现在也很担心说 那这两条线 会不会接下来 就会消失不见了 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哦 这个是两岸关系哦 最害怕的一个时机 最害怕的时机 叫做擦枪走火 擦枪走火 非常非常害怕 因为大家了解 从2022年的8月2号 佩洛西串访台湾以后 那么大陆主动的 或者说是被动的制造 这种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就非常大 我们这边都假装看不到 那问题非常严重 而且的话呢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 你刚刚提到了 我讲 这个时机上来讲 就是赖清德刚当选 大陆本身来讲的话 没有这个听其言 也不关其行 就直接来应的了 以前蔡英文的时候 还有这段中间的一个 蔡英文这段是接着马英九 所以才听其言关系 看你会不会消归潮水 那后来发觉没有了 那你如果说是赖清德 在消归潮水的话 比如说这个蔡归赖水的话 那还得了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实际上 就是本身呢 找不到借口 这是刚好借口来了 然后第二点的话 地点 你要了解啊 苏芬 这里头讲的地点 是在金门旁边 全州的沿底下 是福建省的 全州市所辖底下的金门 对不对 而且那个渔民 不管怎么讲 那个渔民 他基本上不是福建人 可能是西南那带来的 大部分都是四川人 贵州人 讲话听不懂 那些渔民本身 根本就搞不清楚 什么默契线 这些东西 根本搞不清楚 他们只知道 为了求一个生活 是最 说良心话了 那当然是最底层的人 就为了求这个生活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然后到了边界线的话 那他们只知道 伟大的祖国 那通通都是我的 他们飞到台湾上空 都是哪里有什么中纪线 这都我的 好了 没有错 所以说大陆现在 整个自媒体也好 公媒体也好 都炸锅了 然后第三件事情 我觉得你要非常重视 金门无独有偶 最近美国的蛙人 又已经上了金门岛跟 到澎湖 在训练我们的特种队 我坦白讲 我非常非常的悲观 为什么 因为原来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长大的 我爸爸妈妈从大陆逃到台湾来 就告诉我们 随时出国读书 别回来了 大家都知道 我不是我激动 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大陆攻击台湾的三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内乱 我们自己发生内乱 第二个宣布态度 第三个有外国军队驻扎 那这个东西的话 美国打插边球 刚好就发生在金门 所以这三个条件 时间空间跟美国的军队来驻扎培训的过程当中 已经凸显出来所有的问题 我觉得大陆目前没有官方没有直接做出反应 只有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 说了严列谴责什么的 因为你如果是在海峡中线靠近澎湖 来追赶我的船只的话 还稍微可以 本来就没有什么海峡中线 大家要了解 M503的复航的意思 就是说一切照规矩来 那照规矩来的话 主权的问题 对大陆来讲 大陆死了两条人命 我的天啊 人命关天啊 为什么我一开始强调说 最怕插枪走火 因为如果说大陆的飞机 不要说什么飞机来 他一过来你这边一开飞弹 把他打下来以后 那这就没完没了了 这件事情本身来讲 你人死了就是理亏 所以说大陆本身来讲 环球时报的总编辑 退休的胡锡进也讲 说天啊两条人命啊 你本身来讲 你要了解大陆的制度 大陆的制度是所有人 社会主义国家 所有人的命运 所有人的命运 都跟国家的紧密绑在一起 你这个还得了 所以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台湾这边的话 表现出来上有态度 说明他自己心虚了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整个不痛不痒的 在那边强调 怎么驱离啊 自己翻覆啊什么的 讲的不痛不痒的 到底是什么情况 大陆一问上说 你把真相拿出来 我是哲学系的 真相拿出来是很难的事情 你知道吗 你就包含我们现在坐在这边 就讲到真相的话呢 马上都变成记忆了 对不对 可以说是这个 全市的空间太大 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 就是说台湾这边的话呢 讲不出来谁该负责 为什么 因为台湾这边讲的 也是一个主线问题 但是你刚刚讲到隐形的线 说良心话没有这条线 人家给你面子是叫到线 不给你面子 财富吃不了兜的种 然后第三件事情的话 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负责的人 跑邱泰山出来了 管闭林不见了 海洋署管闭林不见了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 因为大家发觉 邱泰山本身要借这个机会 好了好了 然后谈一下吧 陆委会来处理这个事情 不认为说这是海洋上的问题 而大陆本身来讲 不会这么轻易放过的 我可以大胆地讲 这个事情恐怕 现在都已经涉及到 中美关系的层级了 所以看起来这个事情 还会持续的再延续下去 而且它看起来是一个 茶壶里的风暴 它在中国大陆地区 很多的像刚刚老师说的 很多自媒体的人 他们其实都非常关注 这个事情的 这个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假如反过来讲 我们这边两个渔民越界 我们这边的渔民 也不见得说不会过去捕鱼的 要了解 这个渔民本身没想这么多 对不对 哪里说什么 这边渔民乖 那边渔民坏 没这回事 大家彼此之间 什么叫默契 就是你相互占我一点便宜 你现在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大陆逮到这个 捡到墙了 我们看到在过去 其实虽然这是一条隐形的线 但是双方两岸之间 包含的像是中国大陆的科研船也好 说一些渔民也好 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些默契存在 还是会遵守这条线的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在同时是有人命关天 因为死了两条人命 接下来我请教一下李教授 虽然是这样的情况 那很多人都讲说 两岸之间如果发生冲突的话 其中有一个原因很有可能是 南海状计划 就像刚刚岳老师所说的 就双方现在的关系 其实相当的紧张的 但是我们从比较正面来看 如果双方两岸希望能够和平发展的话 危机也是一个转机 或许它也是一个对谈的一个开始 对危机就是转机 也许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机会之窗 因为目前的问题的正解 我觉得还是两岸之间 从过去几年到现在 有点像是老死不相往来 就是不管发生任何的大小事 其实基本上大概都是无解 那这一次看起来就是一个 意外事件 突发事件 但有可能会往上蔓延 刚才像院老师所提到 大陆很多人是民情疾愤的 有可能会对政府形成一些压力 那过去我们讲这个金门厦门 刚刚讲这个禁制水域 限制水域 有点像是 与其说是隐形的线 不如说就是一个默契 其实要靠大陆的默契 是 渔民虽然会进来捕鱼 或是做一些活动 但是基本上大陆的公务船 海警 科研船它不会进来 所以这一次大家会比较 有人会比较往悲观的方向做预测 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一次 刚才我们讲的是机会之窗 有可能从最务实的层 经开始有对话的可能性 但也有人往悲观的方向推测说 也不无可能 也许大陆利用这一次 未来他用这样为借口或民意说 那我的海警 我的公务船要进入所谓的 限制水域或是禁止水域 来维护渔民作业的安全 跟所谓海上的秩序 有人朝这方面去做发展 但我们不希望这样去做 我觉得回到问题的症结就是 两岸关系已经插到说 连最基本的 过去也许可以很轻易解决的事件 那现在基本上是各说各话 那中国大陆政府的角色也很重要 因为假设民意的反应这么的强烈 那他可能压制不住 诸如此类 我觉得应该重点是 要好好把这事情 该厘清真相厘清 把有所争议的地方 怀疑的地方厘清 那基本上要展现出一个 处理事情的态度 对我们来说 包括比较人道的 或是如何后续的发展 而不是说因为 目前幸存两位渔民 我做许证的时候 听不懂对方 好像就用这个来做一个借口 我觉得这都不是好的方法 但我真的是比较悲观 我不太认为 因为这一次两岸会漫向的契机 好 不过我们看到 两岸的民间社会的往来 如果更多的话 那么是不是呢 对于两岸之间的一些 缓和的气氛有帮助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因为呢我们现在看到 当然两岸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是赖清德即将在520要上任就职之前 那是不是在这段期间 可以透过像是两岸国事论会议的这样一个召开 有一个更好的方式来比较高程度的来进行一个对谈 当然如何能够寻求台湾对于两岸的整体的共识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即使在李登辉的时期时候 也有所谓的国事会议 也就是听听大家不同的意见 可是我会认为说到目前为止 民进党可能面对这个问题 他有他的难度 为什么讲呢 因为第一个总统大选刚刚过去 那民进党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楚了 基本上他不接受九二共识 完全要亲美 主张要台湾要备战 也不接受九二共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 民进党会认为说 他刚刚赢得了总统大选 他为什么要来办这个国事的会议 为什么办国事会议 所以第二个呢 就是目前看起来 其实国民党跟民进党 在整个国家的大方向的话 其实差别也不大 为什么讲说第一个呢 我们刚刚讲对亲美的方面 那民进党毫无疑问是主张要亲美的 可是国民党呢 目前对亲美的态度也是一样 那第二个最重要的相同点 就是大家都主张要备战才能够避战 那第三个就是 那面对九二共识的时候呢 那现在是国民党跟民进党最大的差别 就是国民党呢 还提到一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那民进党对九二共识是采取比较排斥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当然了如果他做点场面的话 那两岸办一个国事会议 我觉得各输己见 可是事实上这个国事会议能不能达到效果呢 我认为其实效果也非常有限 因为彼此差别其实不是很大的 你说三党之间的差别 其实不是很大 那剩下就是技术性的问题嘛 那比如说我们认为两岸要不要沟通 那两岸当然要沟通啊 民进党也不反对两岸沟通啊 可是民进党不接受九二共识 两岸就沟通不了啊 那包括民进党现在的做法 你看最近不是过年前出现一个新闻吗 就取消六月以后 台湾的观光旅游团到大陆去访问 那这个事情是很糟糕的 对完全的破坏两岸之间的交流 所以我觉得到目前当务之急这几个月 其实也是蛮复杂的 就是到五二零以前 就是国民民进党这些决策到底谁在做 民进党到底谁在负责 请问是赖清德负责呢 还是蔡英文 到底是陆委会扮演重要角色的 还是交通部扮演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会觉得这段时间 有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就是 因为在民进党内部来讲 它是他的权益转离的过程 或许在大方向来讲的话呢 大家都是怎么讲 消归潮水 也就是蔡归这个赖水 但是在整个心态上 比如说蔡英文在整个心态上 他是百分之百的 可以服应于美国的外交政策的 可是赖清德这个人呢 我刚刚讲是口服心不服的 他的骨子里面还是个务实台独工作者 所以造成的一个非常现象 就变成说民进党到520以前 这个时候的面对问题 我们刚刚讲观光课的问题 还包括这一次金门 这次算是传言这个 不幸遇难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民进党 有没有办法很快速的 找到问题一个解决的方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至于您刚刚谈的两岸的国事论坛 我认为台湾当然要朝越的沟通 可是我认为现在的时机 民进党是不会做的 而且做的以后效果也是非常有限 要改善两岸关系 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简单 就是回到九二共识 那回到九二共识以后 两岸之间自然所有的问题 全部就可以一刃而解 就开始沟通 可是从蔡英文到现在赖清德 他不可能回到九二共识 所以这条线已经是完全断掉了 那完全再掉两岸沟通 那大家只拖时间而已 所以说现在两岸的问题 刚刚举政充讲得非常好 我的看法就是遍地是地雷 不知道哪个地方会突然引爆了 像这次金门海难的事件 它只能一个点而已 将来观光客不去大陆 又是一个点而已 就像一个干燥的 一个烈火柴一样 随时都会引爆 这是让台湾两岸关系 处在一个高度的 不稳定的情况下 那未来的几个月 包括未来的四年 我觉得台湾的整个社会 面对两岸关系 就是这种高度的不稳定 随时都可能擦枪走火 随时都会出现一些变数 而目前的民进党呢 他没有能力 也没有意愿 去把这个压制下来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能力 去处理两岸问题了 这就是一个整个两岸关系 未来几个月 跟几年的一个面貌 其实一开始呢 刚刚院老师有提到说 这个台海这次的一个纠纷 这样一个插状 其实呢已经提升到了 最后还是中美的一个对抗 那接下来我请教院老师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联邦 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 盖拉格即将要访台 那这次我们看到 他会会入赖清德 还有立法院长韩国瑜 那因为现在是在一个 政权交接的时刻 那盖拉格他的一个访台 其实他的抗中的一个鹰派的 立场非常的鲜明 包含他之前也曾经 在委员会主导并推台海冲突 让国会的议员了解说严重性 但是我们看到他这次访台 他除了见赖清德之外 那当然这是一个 不知道是惯例 或者是说他有特别的用意 因为他也见了立法院长韩国瑜 老师怎么看 就是说因为韩国瑜 现在主导了立法院 在于未来两岸如果是要推进和平的话 其实呢是不是这个部分 蓝营的部分 韩国瑜的部分立法院长这个角色 是不是他也有他一个作用在 当然韩国瑜的作用 可以发挥的空间非常大 但是相较于赖清德来讲 他比较大 实际上就整个局面来讲的话 就其实能够大到什么程度 我很怀疑了 因为基本上的话 我们在台湾 大概除了我们少部分几个人 大概我跟亚中或是大中 我们几个人还会强调 九二共事的重要性 大部分他们都已经不强调了 就是说在台湾没有别的问题 只有两岸的问题 这个什么盖拉格 我们大陆翻译叫加拉格尔 他基本上的话是陆战队出生 年纪很轻 现在不打算连任 然后他现在到台湾来的时候 主要目标的话 当然是借这个机会 因为他反中的色彩非常浓厚 所以说他本身的话 本身变成一个象征 然后在宣布不再竞选 那么年轻就不再竞选了 这个议员的情况下来讲的话 让人家发觉他就是属于打了就跑的 他来台湾当然要展现一下他的实地 因为美国的政客 基本上都是所谓退一步 就是为了进两步做准备的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盖拉格本身想了什么东西 他来台湾的话 他不能不见赖清德 见了赖清德的话 对大陆就觉得很麻烦了 对不对 所以说他也要见见韩国瑜 但是这里面实际情况 我们回到原来就是说金门发生事情 我刚刚除了讲那三个条件 请大家注意 朱凤林讲的话是 对待大陆渔民极为粗暴 讲起来的话 我跟你讲这句话 我听了以后哑然失笑 为什么 因为台湾绝大多数的90%认为说 对大陆逼民就要粗暴 好了 完了 真的是完了 因为实际上的话 目前两者之间 不是只有大陆那边的 这个网民乍翻了而已 台湾这边 台湾是个自由社会 都乱讲话 我在那边都可以演出来 来呀来呀 你不是很厉害吗 完了 真的是完了 所以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说大家必须要严正以待 为什么我刚刚强调 是派邱泰山出来 不敢派出管壁林 因为管壁林以前 猎击斑斑 庆祝难受 大陆看到他的话 就讨厌得不得了 他做这个海洋署 不要凭什么 我都不懂 那么但是呢 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邱泰山强调陆委会的话 借这个机会 所谓危机转成 这个有转机的发展的话 是说他本身可以借这个机会做 如果好像说是借这个展开谈判 或什么 你需要条件 但是你都制造出来的限制 本身的话 大陆本身强调说 你要对我好 把它当成同胞来看待 你现在没有这种事情 大陆不把台湾当同胞看 所以大陆现在的话 会把这个所有的资料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时间 台湾可能要进行言论的限制 网民不要乱讲话 因为所有的资料的话 大陆会交给美国 跟他讲说 现在到了这种地步 是谁造成这种结果 你美国开口闭口 一个中国的政策 现在出现这种结果 你要怎么收拾 所以加拉格尔到台湾来的话 本身来表现的 其实基本上的话 他的时机非常不对 因为大陆本身来讲的话 会强调 前一阵子书记还在讲说 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主权的问题 跟谁大干一场 根本就不稀奇 这个历史可证明了 对不对 其实大家要了解 我们在1958年 我出生前三年的时候的 823炮战 才来的这种结果 823炮战的第一炮 就三个副总司令都死光了 那个时候 我们是在战争状态 请大家了解 你现在能够想象看 这些军人当中 在金门被打死的现象 就有大陆很多人讲说 继续炮战 炮战从1958年 达到1979年 大陆改革开放 才停下来的 你现在不用历史 来看待金门的生存 你就不知道台湾人有多幸运 我们回到来看到 就是说接下来 这个在520就职 赖清德就职之前 那或许很多的 美国的议员也好 很多的这个政治人员也好 可能会在这段时间 访问台湾 那我们第一个看到 就是盖拉格会来台 不知道老师怎么看 就是李老师怎么看 这个事件 我觉得盖拉格来台湾 他只是应该是选后 众多美国国会访问团的 其中一个 可以预见的是 在520前后会更多 更不用说在 我们一选完之后 拜登还拍了 非官方的代表团来台湾 都有很多的目的 跟用意了 那盖拉格来台湾 见韩国愚院长 我觉得这也是符合形式的 因为他是代表美国国会 重要的领导人物 当然来台湾 设个管理 设个管理 一定会见立法院院长 当然还会见行政院长 一定也会去见 目前的蔡英文总统 还有副总统赖靖德 这是很正常 那假设这个盖拉格 来台湾是在去年 那也很合理 他还会去见 各党的候选人 所以他会有一个 他比较成熟的安排 但毕竟盖拉格 是比较旗帜鲜明 他是抗中色彩非常明显 但我要老实说 这样明显的抗中色彩 国会议员 目前在国会 两党参众两院 都不稀奇 都很多 因为基本上 美国的民意 也很特别 从大概六七年前 川普就任后第二年 他的民意的风向的转变 尤其国会 很明显 基本上对北京的态度 趋于负面 后面原因大概很多 第一个是可能是 有一句感 美中实力接近 第二可能对习近平 他有他的一些看法 那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基本上 我们可能要把行政跟立法 分两块来看 拜登政府在处理美中关系 稍微还是有 他的一些艺术在 他知道大局 美中关系不能乱 即便是他今年是 总统大选年 但国会 国会就没有办法管束 国会要怎么做 就怎么做 即便是同党 拜登都未必能够约束 民主党的国会议员 跟高层领导人 在一些政策上 是不是不符合 美国新政部门的判断 所以我们要有个心理准备 就是说国会代表 一般美国的民众 他一任来两年 所以盖拉克这么年轻 他可能是第四任 但是他是反映出 他很直接的想法 他不会考虑太多的一些 美中关系的大局 不能发生战争 不能常常走火 但拜登政府就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 我们会把美国国会 对台湾的好 视为是新政部门 政策的大转变 其实未必如此 应该说 向来国会对台湾很好 从1979年到现在 哪时候不是如此 所以我们在解读上面 有些时候也不能 过于一厢情愿 刚刚张教授有提到 他的行农两岸之间 现在的关系 似乎就像是 天干地造之下 有很多的火柴 有可能随时一插 就插枪走火了 但是我们看到 台湾从2024年开始 已经恢复了 征召一年制的义务役 美国也在 年度国防授权法实施之后 那在台湾 包含了澎湖 在金门 都有一些驻军 然后不定期的驻军 来特训战营 那包含了在去年开始 有协助特战部队 使用黑色大黄蜂 像这样的 微星的无人机 所以看起来 美方在台湾 在金门 在澎湖 也都有驻军 希望能够 来训练 台湾的这个军 看起来这个战争 是一触即发 有那样的一个 既视感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一五一年 对于年轻人来说 这是感受特别的深 我要请教老师 战争或者是和平 那从这个国家的定位 跟路线来看 刚刚老师也提到说 现在目前三党 他们的一个态度 其实呢 都是蛮一致的 老师怎么看 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如果说 按照现在国民党 跟民进党 甚至是包括 白色力量来讲 目前看不到 台湾有一股 真正能够寻求 和平的方法的 这么样一个 政党的政治力量 现在台湾 在所有问题 思考的时候 就把自己的安全 完全依附在 美国的身上 是 其实也是非常 历史的吊诡 我相信民国38年 1949年 特别是国民政府 来了以后 1945年台湾光复 那这几年来的 台湾推动了民族化 对不对 台湾变成了一个 自己有选举 所以台湾这几年来 本土化 是一个台湾 现在非常高的 一个诉求 但是你不觉得 很讽刺吗 这个本土化 本土到现在变成以后 台湾变成一种 被再殖民化 也就是台湾 现在某种程度上 是美国是 我们的殖民母国了 整个朝野 都把美国当成 殖民母国 我常常讲出 我们跟美国维持好的关系 这是必要的 但是你同时要想象出 自己的命运 不能把它交在 美国的手上 而自己的命运 要跟大陆要坐下来谈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过像您刚刚 举几个例子 对不对 美国的扁冒部队 现在已经到了金门了 美国的军事力量 已经进入台湾了 而且台湾的朝野 也是欢欢喜喜的 接受美国的领导 还有一些绿营的主张什么 台湾要不要成为美国五十一周 这种最极端的主张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说 台湾整个人的心态上 已经完全做美国的顺民 而还觉得很骄傲的现象 而完全不去思考说 台湾的安全 台湾人民的未来 我们自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我们台湾要不要把安全 摆在我们的身上 难道说把四个月的兵役 变成十二个月 就表示我要承担安全了吗 难道我要部署了台湾的火山地雷 我台湾才会有安全吗 难道准备台湾打巷载 我才有安全吗 今天的两岸问题 是一个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必须政治解决 所以我一直主张说 今天基本上如果民进党 他已经从2016年 蔡英文上台以后 他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楚 百分之百的抱美国大腿 当美国的殖民地 可是国民党呢 国民党有这种想法吗 可是国民党给我们的感觉起来 你好像也是跟民进党比谁更亲美 对于今天的扁帽部队 到了金门 到了台湾 请问一下为什么国民党 不讲几句话呢 国民党面对的问题上 你跟民进党一样也被在殖民化了 所以我今天回到我自己的所学 孙中山什么 孙中山讲调我们要解放 解放整个中国 为了什么 避免整个被西方的帝国的殖民主义的压制 但是我们这几年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台湾以欢喜作为美国的殖民地而自傲 这是最大的问题 假如你今天是做美国的殖民地 美国的殖民怎么 我们把美国当成我们的殖民母国 美国不会在乎我们的利益摆地优先的 一定是殖民国的利益为优先 那我请问的命运怎么办 所以今天没有美国同意 台湾各个政党不敢去跟大陆进行政治对话的 没有美国的同意 台湾两个关系不敢大步往前走的 没有美国的同意 基本上九月共识也不敢讲了 所以您刚刚谈的问题 我现在提醒在这边提醒大家的问题 台湾在这几年来 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主性 台湾的本土化 用去中国化为名 但是进行的是一场 美国跟日本在台湾的再殖民化 把美国当爸爸一样 把日本当精神奶妈一样 这就是台湾现在政治的写照 那我请问在这个情况下 台湾的命运怎么办 所以各位知道台湾未来这四年 我们的命运是非常非常危险 危险的并不在于说大陆会做什么 而在于说美国会要我们做什么 美国今天要我们启动两岸之间的冲突 我们今天的朝野都会配合的 所以就好比说我们都知道 今天美国大陆最敏感的一个神经 就是美国不要有军事力量 介入到台湾来 可是你刚刚讲的 美国的部队已经堂而皇之 进入台湾的土地了 天母那边还有美国的居住的地方 AIT是全亚洲最大的一块地区 我请问一下我们的未来 还在我们手上吗 当我们的未来不在我们手上的时候 那这个命运台湾就自己承担了 所以我只是语重心长地跟各位讲 台湾的本土化 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对美国的再殖民化 这是我们台湾未来最大的一个忧虑之所在 好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态度 就是在仰望着美国 但我们接下来看看美国的态度是什么 我要请教一下院老师 因为美国的众议院 在13号有表结通过了 包裹援助法案 那里面高达了953.4亿美元的法案 当然其中包含了援助乌克兰的武器 包含了援助以色列 那其中有一块是50亿美元 是援助台湾跟印太地区对抗中国这一块 那我们锁定聚焦在台海的这一块 美国的参议院虽然说 他已经通过这个表决 那接下来他要经过进入到众议院 那众议院的议长的强生 他已经先说他要否决掉这个议案 但是我们看到参议院 他已经有这样一个态度 北京当然会有一些的动作 老师怎么看 这个问题讲起来 因为美国的内部 就是非常严重的分裂 分裂 这个分裂当中 这一次可以说是美国国会攻防 尤其是在众议院 因为美国参议院 当然很明显 美国参议院的话 是民主党多数 多数也不多 但是基本上通过了通过的话 这个案子本身来讲的话 包含了三大争议 第一个乌克兰要钱 因为欧盟通过了五百亿欧元 那要钱的话 这个不给乌克兰钱 是这个川普的主要的选举诉求 然后大家各方面都会强调说 给乌克兰钱是白给 美国给了乌克兰多少钱 上千亿美元 我的印象当中 我读书的时候 台湾有八百亿美元的外汇存体 就号称亚洲四小龙中不得了的事情 现在动不动就上千亿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以色列根本不需要你的国会通过什么钱 以色列钱多得很 对不对 以色列根本都不 大家都没有谈到 现在以色列的打仗的过程当中 是变成了最残忍的教科书 什么人道主义 根本就没有 这个拉法本身来讲 就是才几 没有多大的地方 就住了一百多万人 在那边情况下 还狂轰乱差 最严重的就是 你说要谈到的一个重点 原来台湾只有八千万 乌克兰六百多亿 以色列一百四十几亿 我们只有八千万 为什么呢 就是说一方面呢 是觉得说台湾这边本身自己有钱 再者的话呢 会觉得说是 如果给了太多的话 会不会惹怒大陆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是 印太地区本身来讲 是要包裹表决 把台湾当中放在 这个其中当中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呢 这里头啊 当中出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 麦克姜森呢 就是所谓的 现在的这个共和党 众议院的里面的 那个主要的议长 这个是他说话 而且不止他一个人 很多人都觉得不会通过 很多人不会通过 会觉得说 应该把这个钱拿来搞 美国墨西哥边界 这个问题比较重要 国内的问题 如果你要谈国家安全的话 那这个当然是国家安全 因为大家要了解 美国的生活水准 我不晓得书芬知不知道 美国的生活水准 我是从小看得到 长到大的 我们本身特殊的族群 我跟你讲 在台湾现在情况 刚刚亚中兄 所谈到的那个问题 对美国的再殖民化 我听了真的难过 你知道吗 我也是读了书 从外国回来的 我还没去美国读书 我到欧洲读书 读了十几年回来以后 现在变成了次殖民化 在长达七十年的 和平岁月里头 哪个人没有五万美金 跑到美国去生个 美国卑米之外 美国国籍其实不难 在我这个环境当中 大家不想讲而已 每个人都有 对不对 大部分人都有 但是我本身来讲 就没有 所以说再殖民化 对我来讲 好像心被针在戳一样 感觉上说 你明明可以当殖民大佬 你现在回来当奴才 对不对 所以这种感觉的话 美国本身的态度 诚如亚中兄所言 他们基本上的话 就是用台湾当个棋者 乌克兰好用 以色列不好用 管不住 台湾的话 比乌克兰还好用 但是大家要了解 乌克兰现在的情况 请大家看一下 你能够想象 大安区变成废墟吗 你能够想象吗 你能够想象 内湖区变成废墟吗 我跟你讲 炸弹 导弹 飞弹 可不长眼的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 大家目前为止 最应当做的事情不做 然后不该做的事情猛做 美国本身会安什么好心 美国会安什么好心 他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美国基本上用台湾当棋者来挑动 美中大战 但是美国不用参与 这种情况很明显 日本韩国通过下来 最好全世界都乱 全世界都乱到美国一家好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一定要看得非常明白 我们对于这个预算的通过 我觉得亚中信刚刚讲得非常好 国民党针对比从金门到现在 我们讲的每个议题 国民党的立场是什么 朱立伦 朱立伦 你的立场是什么 朱立伦还讲说 国民党从头到尾 就不是一个统一政党 那你台独 对不对 我觉得这种问题 对不起 我有点激动 因为我发觉 我的前途都算在里头了 李教授怎么看 就是说 现在这个包裹表决之后 这个其中包含的 就是对于台湾 还有印太地区的 这个法案的援助 那怎么看 就是说 接下来的一个发展 对 其实这个议题应该可以 从去年到今年 我觉得都无解 因为去年本来谈的是 一千两百多亿 对 这里面有几个重点 大家看这乌克兰 以色列 印太就只是台湾 第四个是边境安全 对 这里面比较没有问题的 就参众两院 共和民主党没有问题 是对以色列的支持 是 还有对于印太地区 其实就鉴质 中国到了没问题 但乌克兰很明显 共和民主党党有歧义 因为六百亿对于拜登而言 他是把他的政治绑在 对乌克兰的支持 可是对于绝大部分 川普以及共和党籍的议员来说 基本上认为乌克兰 不能再永无止境的帮助下去 这里面有重大风险 那第四个议题叫做边境安全 那我觉得他已经被政治化 因为这次通过的九百六十几亿 没有边境安全 本来拜登的卢翼算盘 是要把他绑在里面 希望能够引诱共和党去支持他 现在被拿掉 现在最有趣的地方是 边境安全变成是说 按照川普的讲法 他说都不要过 过了就是中计 因为拜登没办法增进诚意要处理 只是为了他竞选好过而已 但对拜登而言 他也打了一个算盘 是说我假设编了进去 包裹你反对 那责任就不在我 所以很不幸就是 其实现在看美国的两党竞争的 激烈化 极端化 其实完全不属于台湾 从2018年到现在更严重 好 义务役从今年延长一年之后 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寝食 都非常的紧张 我们就先来看看街坊 这些年轻人是怎么看的 一年义务役正式入伍了 其中一名义男表示 民进党好棒棒 我觉得蛮紧张的 因为我也要当一年 对啊 我会怒 你怒什么啦 我会怒 很快就换我了 要当一年 要多半年 很可怕 我怕我会被抓去打仗 为什么 我怕我辞掉 我真的会怕 原本是四个月嘛 莫名其妙被改成一年 当然多多少少会有点不爽 就政府害得 我爸说丢都民进党害的 所以就四个月要改回一年了 很多人四个月都觉得久了 何况是一年 有些人可能怕兵变 最直观的嘛 然后没有安全感 因为你全部都是不认识的 只是我觉得蛮可怜的嘛 你在笑他们 没有啦 因为我不想当那么久 当兵可以拿钱不是变多吗 当兵可以拿钱不是变多吗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毕业之后对这个社会 不会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我去当兵好像比较好 大家如果不希望打起来 但打起来一定要做好准备 所以 当一年的训练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我甚至觉得一年可能还不太够 可能要像以前一样当两年 像我爸爸那个时候 我想问你 你一年你可以教我什么东西 对你能教到我什么东西 教我怎么拿枪吗 教我怎么埋布雷吗 是不是 对啊 所以我觉得政府这样子怎么讲 从四个月 四个月已经很难了 你要突然增加一年 我跟你讲五年也不够用 我说真的啦 飞弹飞过来的时候 你不跑才怪 对啊 说真的打过来的话 我跟你讲 该跑的跑 尤其是像现在 我说实在的 没有军人会愿意想打 因为不知为何而战 对尤其是这种莫名其妙的 两岸明明本来就可以很好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打 好看到这是年轻人的看法 对于战争很多人认为说 这个飞弹一打过来 其实你怎么样都没有用的 我要请教一下宵苑老师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年度国防授权法的实施之后 因为在台湾的军队建立了一些 全民性的培训的计划 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提到就是在金门金举船的一个冲突 那再加上呢 他现在在金门在澎湖都有驻军 其实呢 可以说双方这个短兵相接 现在已经可以说是一触即发的那种局势了 老师怎么看 尤其再加上年轻人 其实根本就不想打仗的 我刚刚刚看完这段录影 我心里非常非常难过 为什么呢 因为我首先呢 我替中华民国服役两年 当过预备军官 事实上的话呢 当兵这种事情是所有人的义务 是对于国家的爱国心的展现 我原来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 我做任何事情的话呢 尤其是当我在国外住了很久以后 我在法国学了法文 在比利时学了法文 然后在了美国的话呢 英文 他们当兵都叫Serve 这个意思就是我服事了这国家 而且非常非常光荣 尤其是在用法文 这句话用法文讲的话 就是说是这个 他非常非常具有含义的 一讲出来的话 任何人都会觉得 你在对话中是一个光荣的名词 不是像这些年轻人讲说 谁要打仗啦 我想逃都逃不及啊 你逃啊 你走啊 你穷 你走不开 有钱人小孩没这个问题 我首先要强调第一点 就告诉大家说 这个整个心态 政府要出来讲 邱国正要出来讲啊 说怎么搞得这么怕当兵了 为了这个国家死都应该啊 不敢讲这种话 为什么 假的嘛 大家都是假的 然后第二点 美国这边的做法来讲的话 请大家要不要混淆两个不同的概念 中美之间会不会有一战 跟两岸之间会不会有一战 它之间并没有逻辑的必然性啊 意思就是说中美可能不打 但是两岸照样打 一定要搞清楚啊 为什么说中美可能不打 两岸一定会继续打呢 因为中跟美他们都是核能大国 核能大国怎么可能打起来呢 一打起来世界不结束了嘛 对不对 但是呢两岸之间的话呢 有三个原因他非打不可 第一个 我们是内战的延续啊 1919年到现在我父母的恐惧 不是没有理由的 对不对 这个内战的延续的话呢 全世界有180几国都承认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现在的话台湾不听话 中国把它说回来又怎么样呢 这是内战 第二个原因 就是说天作孽有可为 人作孽不可活 我们现在的话呢 金门鱼山碰撞的事情 没有一个台湾的官方人士 连国民党的人士都不敢讲说 这件事情大陆现在目前为止 述诸以情啊 就是说你对大陆的愚民 一点情感都没有 这个本身对我们来讲是 我们一个下台阶啊 我们应该怎么讲 我们应该讲说 我们对大陆充满了情感 这纯粹是一个意外 否则的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人讲这句话 为什么呢 因为在台湾讲 对大陆有情感都是错误的 像我自己感触非常深刻啊 你对大陆有任何的好感 都是错误的 你知道大陆就是18层地狱一样 这种讲法 开玩笑 跟事实情况作为了非常非常大差别 不要忘了 这是一触即发的战争 第三点原因啊 这个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的 大陆要收复台湾 要统一台湾 目前为止 它已经宣传了 从1949年到现在 已经宣传了75年了 大陆大大小小事情 你都可以看得到 只要一讲到这个问题 14.5亿的人 没有一个人 会有不同的意见 就即使再讨厌大陆人 他也会认为说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且在这种的想法之下的话 你长期不做 我们要了解大陆的情况 这点非常重要 大家都知道 你本身来讲的话 如果陆委会本身指领薪水 不做事的话 那到时候你会出现说 你对大陆的误解越来越深刻 你就不知道大陆本身 在收复台湾 统一台湾 的这个决心跟毅力 已经强到什么地步了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觉得 以我自己的判断的话 我觉得 这个临界点都快到了 这也是为什么书奇讲说 大概四到五年 就game over 什么叫game over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 你没有能力跟他斗 你又没有能力跟 就拖 然后你现在的话 再和 你就是要上谈判桌了 老师我继续来追问你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台湾的两岸关系当然是重中之重 但是现在台湾的朝野呢 都是在看美国的态度 但是美国自己本身也有一些变数 因为呢 接下来年底 美国的大选即将要进行 那拜登跟川普这两个人呢 当然也有很多的争议 尤其是川普 老师怎么看 我跟你讲 这个目前为止 整个趋势当中 这个川普的嗜气如虹 为什么 因为川普每一次乱讲话的时候 其实想起来都是有票 有票这两个字 是导致川普受到很大的鼓励 他在南凯罗那那州的时候 因为他唯一的竞争对手 那个培里 培里 他基本上就是南凯罗那那州的州长 所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连那个南凯罗那州的都对他鼓励的很 看样子川普要竞选是没有问题 但是拜登的话有三大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的认知能力大家都很怀疑 然后有关于他要不要做认知能力的检测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你应该做检测 就马斯克都讲 你手上提的那个箱子 要不要对发动核能的武器的箱子 那你如果认知能力有问题 万一你发错了 炸到太平洋会哪里都不行 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 他自己的副总统 不晓得那个贺锦丽 他发了什么疯 他讲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他这个准备好了 就是说这派灯就不行了 这个还得了非常严重 然后第三个的话 目前为止你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这个深深的分裂 就说美国深深的分裂的问题的话 一方面的话是极度的自由 另外一方面是极度的保守 目前为止 你当从最近的发生在德州事情 25加1 26州 美国就一共50州 所以说讲起来的话 摇摆州当中 六个摇摆州 什么叫摇摆州 就是说这些人的投票 摇摆摆州会涉及到 美国谁会选上候选人的情况 摇摆州的六个里面当中 包海欧海州什么这些 中间当中有五个是支持川普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导致出来的结果 大家都已经基本上做好 川普要回来的准备 但是我觉得这两岸关系的话 未必是坏消息 因为川普是个商人 对不对 我们可能走上谈判桌的事情 我觉得说如果斗也不行 拖也不行 合的话那极有可能 川普看看有没有好的价 那这个商人做事 在商言商 川普最近都讲了说 你们如果不付保险费的话 我们都不保护你们 还鼓励叫俄罗斯来攻击你们 所以北约吓坏了你知道吗 在欧洲国家都吓得不得了 所以川普什么话都敢讲 而且的话不但敢讲 他基本上让人家听起来 其实蛮符合美国的民意需求的 好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就说在西方国家 很多的国家 现在成立了一个川普应变小组 因为他们认为说 万一要是川普当选的话 对于整个世界的局势 会有不一样的改变 我请教一下李教授 怎么看 就是说川普 我还是当选的话 因为他的主张就是 美国优先孤立主义 如果是他当选的话 对于整个的世界未来局势 尤其是台海之间的关系 可能会有很大的变数 对 我觉得目前川普 最大的确定性 就是他是不确定性最高 这大概是 不管是美国内部 还有全世界都这样看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从他上一次 当四年总统的任期 发生的事情 就可以应证 以前他讲过很多 从来美国总统不会讲的事情 包括对于中国的关系 台海的关系 他都讲出一些 一中政策 我会不要这样做 看你们怎么办 那我再来看 我会不要follow一中政策 这过去美国总统 不会这样讲 包括他一当选 还没就任 就打电话给我们当时的 蔡英文总统 这在美国过去 也很少发生 所以我觉得变数 非常非常的大 那现在我觉得回到 刚才美国的选举 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是 川普在党内出选 应该是毫无疑议 他应该会胜出 那下礼拜难卡 刚才远老师提到了 海力即便是当过州长的 都离他 他有两位数的差距 但现在有个小小的变数 就是因为 川普目前看起来是逃不过 要面临司法的审判 因为他现在有四项刑事案件 就是几项控诉 那目前最近的状况是 他在3月25号 还是要上堂去受审 那这点为什么很关键 因为目前来说 即便是在摇摆州里面 拜登的优势是很低的 川普是领先 只是领先程度有差别 但目前这一个月的趋势是 两者今天差距在缩小当中 所以根据民调来显示的话 假设川普被在法院上定罪 那很关键 大概有四分之一的 共和党籍的支持者 可能会沉默 就不见到投川普 更可怕的地方是 有四分之一的独立选民 也未必要投川普 所以目前选情是比较紧绷 但大家还是比较怕的是川普 因为拜登的路数 过去四年看得很清楚 假设再给他四年 他假设真的干下去 但对中政策 台美关系 对欧洲 欧盟 乌克兰的支持 以色列 大家大家都了懒于胸 那现在最大的一个 变数其实就是川普 而且目前看起来是极有可能 在今年11月5号 是有可能会选赢的 好 我们看到川普对台的态度 也是有迹可循 因为在2016年 蔡英文在当选之后 那川普也曾经 跟蔡英文进行的通话 但是后来 川普又在跟习近平 进行的热线之后 似乎对于台湾的态度 就比较冷淡了 我要请教一下张老师 怎么看川普 如果是他当选的话 对台湾的态度 我觉得当我们在思考说 到底川普选上 或是拜登选上 会对台湾会比较好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其实就是把自己的命运 寄托在谁当会比我们好 谁当会比较差一点 那就是一种 我刚刚讲的一种 被殖民的一个心态 那就是把别人当成是主子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种 台湾的朝野 有这种想法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个呢 他们两个当然有些差别 我觉得拜登毕竟是一个 传统的政治人物 他在很多思考问题的时候 他比较会有一些全方位的思考 那川普呢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但他是标准的 现实主义的信徒 就是一切以美国的利益 为最重要的优先 一切以美国 包括他个人 为最大的一个优先 所以他以自己为最大的优先 以美国为最大优先的时候 那换句话说 到底两岸怎么样发展 对他最有利 我觉得他会做这么样一个选择 我们以他的商人特性来讲的话 他是比较在商业上 他是做买卖的态度 来作为国家的大政 所以你不要看呢 川普在任的试验里面 美国没有发动 所谓的国际的战争 反而呢拜登 他基本上还是比较参与了 国际的冲突 甚至制造了国际的战争 所以我觉得对于拜登 如果选上以后 他在等一个好的一个价码 就是到底台湾怎么样处置 对于川普来讲 对他个人来讲 对于美国来讲 他的获利程度会比较高 他就会采取这么一个做法 包括最近记者 在访问川普的时候就说 如果两岸之间发生事情 那你会不会出兵 或者会不会帮助台湾 那川普讲的其实非常好 就说他现在没办法做决定 他为什么现在没办法做决定呢 其实他就像一个谈判的老手来讲 他在等他可以拿到什么样的利益之所在 拿到什么利益之所在 所以我的看法 对于川普的思考就是说 他是把他自己个人利益 跟美国利益摆在地优先 那么台湾至于未来的前途怎么走 这根本不是川普 他会去考量的 也就是台湾老百姓的死活 不是他会考量的 台湾的前途怎么样 他不会去考量的 两岸关系是战是合 他也不会在乎 他在乎的是美国的利益 其实个人的利益 所以面对这么样一个 美国未来可能领导人 我觉得中国大陆一定会投其所好 你要钱很简单 你要一些名位很简单 你要的利益很简单 那我要的是台湾 所以我觉得台湾在未来的川普上来以后 他其实跟拜登 未来的命运多大的差别 只是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就是台湾会等着被出卖 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到底是用战争的方式出卖 还是用价钱的方式出卖 但是最后一个 你一个被殖民的心态的结果 就是一个被出卖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这是台湾朝野 应该认真思考的 怎么样走自己的路 怎么样两岸关系自己去解决 我们真正在九二共识基础下 我们开始政治的对话 为两岸之间不要发生冲突 台湾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我觉得这是台湾朝野 要思考的大问题 老师说这个朝野 是要思考这个两岸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要对于这个美方的态度 那刚刚我在追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提到了 这个盖拉格来到台湾 那除了见了这个赖清德之外 也见了这个韩国瑜 那对于这个 我们刚一直在提到 就是说虽然三党 现在看起来都是在亲美的态度上 都是一致的 但是国民党是不是在这个部分 从现在开始可以做一些的改变 尤其现在在国会 国民党是已经是多数党了 而且立法院长又是韩国瑜 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有一个重新的开始 我觉得国民党当然应该重新开始 但是我也很坎率来讲 国民党现在也改变不了 因为国民党现在的领导人 包括基本上就是 我不愿意说说美国的什么什么东西了 但是基本上就是把美国 当成上国来对待 那国民党现在 你知道美国这几年来 其实对于台湾整个渗透是无所不在的 包括我们很多媒体界的大老板 其实手上也有美国的绿卡 也有美国的绿卡 台湾多少的企业界跟美国的关系 也是千事万语的 美国这几十年来把台湾 包括日本包括韩国 包括台湾在内 都已经变成他的一个小老弟了 他可以为所欲为去整个掌控的 那这几年来当然像以西悦 表现得更为过分一点 那台湾这几年来 赖清德跟蔡英文也起起直追 所以对于台湾来讲 我觉得金钱上国民党 我们从理性上来讲 国民党应该要走自己的道路 但是我们客观的分析来讲 现在一段国民党的高层 即到国民党的高层 包括党务的高层 包括立法的高层 我不认为说 他们会想走自己的道路 基本上他们也是把他们的利益 摆在国家跟政党的前面 今天台湾很多的政治人物 把政治当成什么 把政治当成他的职业 把政治当成他的事业 今天还有几个国民党人 把政治当成他的职业没有 今天有几个国民党人 把台湾未来的前途看得这么重要 把中华民国看得这么重要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孙中山的信徒 孙中山从整个革命开始 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 反对对帝国主义所主宰 可是今天我们的中国国民党呢 以美国为上兵 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过在美国的手上 所以你刚刚讲 那是一个期待 我对于现在来的国民党的领导 跟民进党的领导 我是没有多大的期待 我认为他们就是以美国为殖民 某国置居 他们所作出任何决定 不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所以你今天要他们 去开启两岸的政治对话 我告诉你 那是将原木求鱼 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国民党呢 基本上所有的党员要了解 基层自己要了解 国民党是属于基层的 不是属于这些党的权贵的 国民党的内部 我相信包括像大中这些学者们 我希望他们真的能够扮演一个年轻人 应该有的角色 基本上大声的疾呼 勇敢的表达的论述出来 然后圣儿子召开一些会议 自己可以提出一些国事会议 提出跟国民党做压力参考 不要把国民党这些权贵 整个主导的国民党 民进党已经没什么好指望了 民进党把命运 已经完全美国手上了 美国手上 国民党基本上 作为一个再大再也的党 他应该来承担 我也希望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 可以跟民众党合作 因为民党很多年轻人 其实他们对国家的未来 他们方向是不确定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非常理性的 可以沟通的 所以如何跟年轻人沟通 跟国民党导正回来 然后共同的力量 让台湾找寻找自己的 要好的道路 我就为台湾的利益 摆在地优先思考 而不是做美国的狗腿 我就是台湾未来的 必然要走的道路 张老师 因为刚刚我们看到 岳老师有一点点激动 对于这个台湾 再次的被殖民化 这样的一个议题 老师为我们做一个总结 1945年国民政府光复了台湾 那政治牺牲了好几千万人的性命 我们终于从日本人手上 拿回了台湾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很多有限的政治人们的操纵之下 国民政府变成什么 变成了外来政权 变成了一个新的殖民者 所以你们很讽刺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有一些人像民进党绝大多数 把曾经殖民他的人 还心存感恩 心存怀念 但是对于当时把台湾 我们建设成为一个美丽的 宝岛亚洲四小龙 竟然认为它是一个外来的政权 然后民进党这几年来 不断地强调本土化 我们从来不相 不会排斥本土化 我们深赞台湾 我们当然是台湾人 可是他这个本土化是什么 因为他认为说国民政府 外来政权都是外来政权 他要去殖民化 所以他的一个怎么讲 他的一个本土化 就等于去中国化 本土化对于去中国化 那去中国化玩的以后 他什么都没有啊 那你看这几年来 这几年来 美国的军队到台湾来了 美国对台湾于一去以求 但是他就抱住美国的大腿 其实整个心态上 心态上 他以为他当家作主 其实怎么样 还是把美国当成一个殖民母国 面对美国这个殖民母国 以及包括很多人把日本 还当成是一个殖民母国 对于对于美国日本 充满着心理方面的依赖感 对于美国对台湾的所有要求 是不会拒绝的 把自己的未来 不摆在自己的身上 而摆在美国的身上 所以我要今天跟这边跟大家讲 这种再殖民化 这是从民进党上来以后 特别是蔡英文 到现在的赖清德 走这样的如火巅峰啊 今天你说盖拉格 21号到台湾来 还是连12 元宵节以前 我告诉你 这还在跟我们拜年的 这叫做黄鼠狼拜年 不安好心的 基本上他安的什么 都是他自己的政治利益 美国的政治利益 各位啊 各位我希望所有的朋友 要想清楚一点 我们台湾朋友想清楚一点 美国这个国家 他在乌克兰赚取他的利益 他的100亿 他什么 他也不是援助以色列 援助以色列的一般的老百姓 讲来听他也要做他自己的国际形象 那剩下的48.2亿呢 卷给谁 包括台湾 以及亚太地区的盟友 共同怎么样 共同要对抗中国 所以你要了解 我们今天在整个全球的布局里面 我们自己 这些民进党的党员 这些包括其他的政党的 这些领导者 你们自甘堕落的 要成为美国的一个被殖民者 我今天要站在这边 强力的谴责你们 今天台湾为什么不当家做主 我们台湾2300万的命运 当然应该掌握在我们的手上 可是今天我们所有的政治人物 我们的政客们 却把台湾的命运 完全交付在美国的手上 还天天的骗台湾老百姓 说美国可以保护台湾的安全 不要再撒了好不好 面对黄鼠来跟你 黄鼠来跟你拜年 你真的把所有家庭都给了别人吗 还今天包括总统要接见 国会议长要接见 我真的告诉你 苏芬 今天美国只要来一个国会的助理团 我告诉你 我们都可以拜访到国会议长 都可以盖访到行政院长 都可以看到美国的总统 为什么 殖民母国来了 上朝的天子来巡视地方 那种地方 那个天子派来的人 地方多么的高兴 所以我觉得这几年来 是对我们台湾人民 最大的一个精神方面的一个屈辱 整个民进党带来的台湾 完全不在乎台湾人的尊严 而把台湾列入一个次殖民地 变成美国跟日本的殖民地 这是我们台湾这几年来 最大的一个悲哀之所在 好 谢谢老师 近辟的分析 我们看到这个两岸问题 真的是考验着大陆 也考验着台湾的社会 当然希望我们透过这样子 优质的对话的一个节目 提供大家洞悉局势的一个宽广的世界 那么当然我们也同时希望 经过我们这样的对谈 能够创造两岸和平的一个契机 那么在新闻最后呢 我再次的提醒大家 我们的节目呢 播出的一些时段 那提醒大家可以来收看 包括我们在这个周六的晚上八点钟 我们在CTI Talk网络论坛 中天电视上架首播 那另外中天电视中天新闻 在礼拜六的晚上十一点钟 二十四小时直播也有播出 还有在全球大视野 频道以及中天电视 礼拜天的下午四点钟也有播出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 到我们节目当中筋疲的分析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在最后也欢迎大家 将我们的影片分享出去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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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